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白宫公布了上个周末川习峰会达成的共识简报 两位领导人同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 扩大合作领域 双方并就朝鲜核项目美中贸易 以及建立磋商美中课题的新对话框架等问题 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和共识 川普表示他与习近平主席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会谈取得了这个巨大的进展 习近平也希望一层一层的构建美中关系的万丈高楼 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和评价 这次来去匆匆的高峰会成果 川普与习近平两位领导人的短期会晤 能不能消除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巨大的不确定性 美中未来将如何管控双方在朝鲜半岛 两岸关系美中贸易 以及南中国海等方面的巨大分歧呢 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 通过skype连线参与节目的是 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 何平先生你好 你好 许先生好 张先生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 何先生好 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 我们的号码是400120551 400120551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斜线 VOA China 我们看到这个川习峰会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有人说两个人言谈盛欢 但是成果呢似乎不多 那么何平先生 首先请教何平先生 您怎么看这一次短暂 但举世瞩目的这个美中峰会呢 我首先认为这种方废的方式 比那种官僚的无聊的 浪费在大部分这个礼节城市上的 这种所谓的国事访问要好得很多 即算是正式的国事访问 两国的这个元首之间能够会谈的时间 也就是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双方领导人 用这样一种就是吃掉官僚程式 直接的密的密就问题进行的峰会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但是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性的冲突 是一个长期的几乎难以找到解决问题方法的一个基本背景 所以我们要使着有这样一种基本认知 中美关系不管两个领导人用何等夸张的词 来吸引他们的会答是友好或者是不好 都不能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 是中美之间的对抗是长期的 是结构性的 是基本上难以找到调节的一种战略性的一种对抗 但是对于现实情况来讲 稳住两国关系 不止两国关系进一步失控 从来产生某一种两相都失败的这么一种 或者是两方面都有很大的伤害的一种状况 是两国领导人现在所谓要努力的 那么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做出多大的让步它是次要的 关键是中美关系不能产生这种理解性的冲突 从来伤害中国往上面走的这么一种崛起的一种步伐 所以他说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 都要把中美关系搞好 那么对于川普来讲 他是一个有一些长期的战略意识的一个新的领导人 但是他对中美关系的多层面的复杂性 长得并不高 这也是他的一种菜鸟的一种行动 从菜鸟行动来讲 他主要是要给予满足选民对他的一种 他对选民的承诺 和选民对他的一种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两国领导人都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都稳住了可能失控的中美关系 我觉得中美关系这一次的谈判 从这个意义来讲是成功的 是成功的 好 那么我们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有观察人士就认为 说这一次峰会的一个巨大成果 就是消除了美中关系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 那张先生您认为会吗 您认为一次短暂而匆忙的这样一个峰会 会不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 就是会消除两国间存在的一些不确定状态 我觉得不太可能 就是因为实际上 我们知道实际中美关系 就是一个所谓古希腊的 这个讲的所谓修习底德陷阱 一个大国的崛起 必定要挑战原有大国的权威 这个恐怕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短暂的峰会 就得到解决 但是呢 因为双方现在都比较急功近利 这个美方呢 它是强调以结果为导向 我谈 我跟你谈一回 或者是你求着我谈一回 那咱们就得捞见红 就得出点结果 那中国这边呢 也是同样 我要跟你谈 我就得要 我情愿送你点这个好处 但是呢 我也要稳住我的基本盘 在这一点上来讲 从急功近利的角度来讲 双方可能都有些收获 那从这个 尤其是这次这个神来之笔 就是这个轰炸叙利亚 轰炸叙利亚呢 实际上这个 这个我看国内的这个网络上 大家也在评论 说这个事儿一键塑掉 一个呢 就是消除了关于这个 川普总统 这个金额的 至少洗刷了 这种对他的指摘 那么同时呢 也利用这个机会呢 也给这个中国和朝鲜 一个教训 就是美国 我这个美国总统 也是这个说干就干的 不是来跟你这个 玩虚的来 来这个空脸 恫吓的 那这个 我觉得这个作用也起到 起码是向装武剑吧 就这个这个 当然这次的战斧是小弹了 武的是斧了 但是呢 起到了作用了 就是震慑了 这个对手 同时呢 在一定程度上 也离间了这个 中俄之间的关系 因为本来中俄 在叙利亚问题上 是同步的 是在朝鲜问题上 也基本上是同步的 但是这一次实际上 就是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就是我一边轰炸了 一边我告诉你了 然后逼你表态 那你也不能不表态 同意我这么做 那这个实际上 是做给德国看 这些目的 其实我觉得 对于这个双方来讲 都是拿到了要的东西 那么我们这边呢 也拿到了一点要的东西 就是说 反正这个 这个我是撒 撒币我是撒惯了的 我撒给美国也是撒 撒给其他那些 个非洲国家也是撒 那我何不为了这个 中美关系 为了开好十九大 我先撒币给你 所以我觉得 这个所谓一百天 里头要解决 这个中美之间的 这个贸易问题 平衡贸易的问题 这个事 是送了一个大礼貌 好的 那么大家后来就是 这个再要就是 朝鲜问题 朝鲜问题 肯定是在这一个月 左右的时间 我们会看到 中国可能是 会配合美国 对这个朝鲜来施加影响 好 这些我想都可以看到 好的 那关于朝鲜问题 和这个经贸问题 我们下面会详谈 现在已经收到 大量的听众观众 网友们 他们发来的问题和评论 我给大家选择一些读一下 齐庄 请问嘉宾 这一次川习会期间 美国对叙利亚进行空袭 是不是为了震慑朝鲜 竹林七贤 他说 美国不会打击朝鲜的 别忘了金三胖呢 可是中共的妖儿 中共不会袖手旁观 另外呢 韩国那帮 鼠目寸光的软骨头 怕死鬼 岂有不受阻扰 还有一位网友呢 叫上弯弯万 111 他请问嘉宾 如果朝鲜政权崩溃 中美会如何协调 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划分 那么看起来呢 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 都非常关心朝鲜问题 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朝鲜问题 这个朝鲜问题呢 无疑是这次峰会的一个重头戏 白宫披露的信息说 双方一致认为朝鲜的核问题 已经到了一个 这个严重的关头 那么请教何先生 您如何分析 美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 共识和分歧呢 我觉得朝鲜问题 不是这一次会谈的重头戏 是这场会谈的 最重要的一场戏 也就是最关键的一场戏 那么川普总统下令去 攻打这个叙利亚 就混杂叙利亚 在伊林城市上 就是实景给北韩看 也是实景给中共看 那么中共这一次的 习近平主席 带了这个参谋长 这个联合参谋长 黄鸿飞上将来 也就意味着 军方这一次 介于这么一个高峰会议 在以前来讲 是非常罕见的 也就预示着 这个中美之间 已经就 军事解决 北韩的核武问题 做了某一些讨论 而且达成了某一顿共识 武大伟先生去这个北韩访问 和凯尔文森号 这个进去西太平洋海域 都是为这场可能性的战争 做最好的这个准备 当于这场战争发不发生 那我们还很难说 因为还有多等可能性 但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 如果发生这场战争 是前面性的战争 地面性的战争 还是惩罚性的战争 还是即算是进行惩罚性的战争 比如说斩首行动 比如说战略的轰炸攻击 造成可能性的 北韩的反击能力 如果不能被完全猜忽的情况之下 北韩的反击能力 对南韩的伤害 甚至对中国的东北地区的 操作的伤害会有多大 各方面都要做最好的 最安全的这个评估 这档战争远远不像打 这个叙利亚那么简单 它不仅是提到多比的利益 而且由于南北韩 长期的这一种 军事对抗的状况 它的这可能性的伤害 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觉得现在站在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之下 北韩就认为了 这种战争几乎不可能产生 因为几乎不可能产生 任何的制作和对它的警告 就起不了作用 正是因为警告起不了作用 就背后面不得不采取战争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战争怎么解决 其实是最简单的问题 也是最难的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进行 全民性的军事打击 那么可能造成的 北韩的这种反击能力的出现 对南韩的伤害 是怎么要降到 最低的一种程度 怎么去使它变成一个 不可这个实控的一个 怎么使它避免 避免成一个实控的一个战争 我们现在的中国的 很多的民众 对这方面有很多浪漫的想象 对美国的军事打击能力 有一点评价顾高 对北韩本身的 摧右的程度 有一点评价太低 但是站在一个军事指挥家的 一个角度来讲 它不能是这么简单 不能是这么浪漫 所以这个战争的最后决定 还是非常的艰难的一个决定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决定 所以我觉得它一切还在评估之中 好的 那么何先生刚才呢 指出的一些动向呢 非常值得令人注意 那么我们请教张先生 美国航母舰队 驶向朝鲜半岛 中国朝鲜问题特使五大委 访问朝鲜半岛 这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习近平和川普 达成了一定的协议 一旦中国劝说失败 美国就可能针对平壤 重演打击叙利亚的行动 张先生您看会这样吗 我想这个就是 这种协议或者这种默契 肯定是应该是达成了 虽然中国这个还是半推半就 在这个一再的强调 还要外交和这个军事并重 这么一种方式 但是实际上 他已经默认了 就是如果中国劝说朝鲜失败的话 美国这个会有三天行动 我想这点是默认了 但是呢 这中间可能也有问题 就是刚才何先生讲到的一个 就是如果战争爆发以后 这个如果斩首行动失败 那么这个如果这个北朝鲜 奏用核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会不会形成这个灾难性的后果 这个呢肯定是要评估的 那这个呢我看到有报道说呢 美国军方 这个也提出了三个方案来 供这个川普总统来选择 我觉得呢可能考虑的方案 大体上一种呢 就是中国的劝说成功 那只是这个美国用这个军事威胁 和中国一块儿 这个配合软硬监视迫使这个 这个金正恩放弃这个核武 那么当然这个是一个跌大欢喜的结果 但是可能比较困难 那么如果这一张不行 那可能就会是这个斩首行动 但是斩首之后 就刚才网友们提到这个问题 那这个斩首完了以后 到底这个朝鲜半岛的北半部 到底怎么办 是中国出兵去占领 还是美国出兵去占领 还是南北韩统一 我觉得然后呢 这中间我以前几次讲到的 这个中国和这个韩国 然后还加美国 这个双方的利益怎么勾兑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大问题 因为从韩国的角度 他们很不愿意 就国内的情绪 他们不太愿意承担 就是南北统一后的那个经济后果 北韩太穷了 这个情况和当年这个东西德统一的情况相似 但是呢可能韩国还真不具备 当年西德的那种经济实力 来背起这么一个穷弟弟 那么如果说一旦统一的话 后面的后续的麻烦还很多 但是可能中共更希望的是建立一个 继续在这个北韩维持一个新中国的政权 但这点美国能不能同意 这也是一个麻烦 就是到底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勾兑好了 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但各自肯定都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呢我觉得后面的难题会更多一些 好 我们现在呢接听电话 山东的彭先生 彭先生你好 彭先生抓紧时间 这是美国打了52个导弹 去尼亚的空运基地 这是很好的 这是给朝鲜啊 那个叫那个黑色呢 红尾以为你和国的这个文件 就对了一个下马威 好 谢谢山东的彭先生 下一位是北京的胡先生 胡先生你好 北京的胡先生抓紧时间 喂 您好 请讲 我想给你们一个建议 就是这个咱们这个美国之音 我是非常信任的 咱们在挑选这个嘉宾的时候 咱们最好挑选 注重挑选一下质量 就像这个和平先生 好的 谢谢 我们谢谢北京的胡先生 谢谢您 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认为朝鲜半岛 虽然这个局势很紧张 但是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什么 因为尽管这个朝鲜很强硬 但是他确实是色力内人 是吧 而且中国应该说还是很负责任的 中国要肯定要是对他进行一定的劝说 和一定的压力 而且韩国也害怕战争 所以在这情况下呢 美国可能是要施压 重压 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金山胖子他也不很傻 他知道如果发生战争 恐怕他损失的跟韩国不一样 韩国的损失的是经济 他损失的可能是政权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尽管危机 但是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张先生 这位网友叫哈勃 哈勃这位网友呢 他有这样一个问题要问两位嘉宾 川习会谈期间 美军发射了59枚战斧导弹 打击叙利亚巴萨尔军队 那么会谈后 美国航母编队奔赴韩国 以及美国发话说 有可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 这是表明这个美国和中国 中共和美国在朝鲜问题上 是谈崩了呢 还是谈妥了呢 何先生 和张先生的看法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已经达成了某一段目期 甚至可以说是达成了比较清 甚至可以说不是目期 他们达成了比较清晰的共识 那就是说呢 还会继续做外交的努力 那么这样的时候 凯尔文森号列是足为中国的 外交和平努力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和好运力量 但是呢 如果前面的和谈 仍然没有足用 那么更严重的军事 这种制裁 或者是更严重的 给他施加压力就会上场 如果最正不能上场 那战争就不得不上场 刚才这位有一个观众就讲到了 为什么金正恩 他一定要冒着这种军事的 可能性的危机 而去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这个政权维持的 他唯一的基础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他不冒险 他不进行这个对抗 他这个政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因为他经济上也一塌糊涂 对吧 整个社会是趋于一种国家 趋于一种方便的状况 他只有制造 不断制造了很多敌人 才会使他的这个政权 进行威慎式的统治 就有了基础 就像中国一样的 中国就是不断地制造敌人 不断地把一些围裙人士 知识分子或者是人 把他们的力量给夸大 把他们的行为给夸大 甚至是告现他们的行为 原因很简单 他必须制造敌人 不制造敌人他的野蛮 就没办法继续下去 那么在北韩就更加 一种这个东西 那么最终最终 他就延迟不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国际的和平的环境 在整个的这个亚洲的 和平的环境 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这个威胁不仅是 针对于南韩 针对于日本 针对于美国 甚至针对于中国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也感受了这种危险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 又会有很大的一种情绪 来支持这个美军的行动 理由就是在这个地方 不仅是大家不喜欢 这么一种政权的方式 另外一个是 这种政权的残测 对于中国来讲 也是一个威胁 所以很多东北的朋友 都跟我发来这个 审问信 就是说 如果这个失控了以后 那个海武器磕散 复射会不会对我们 东北产生影响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 集群政权 他这种走不下去的 一个根本原因 就是他必须采取极端的手段 来维持他的政权 最后面使他政权 不得不崩溃 就是这个道理 好的 那么我们也就这个问题 我们请教一下 北京的张先生 刚才我们网友提问 就是说 从川习峰会的 以后出现的种种迹象来看 在北朝鲜 北韩这个问题上 您认为是 川习二人是谈妥了呢 还是谈崩了呢 有没有共识 张先生 我想朝鲜问题 基本上应该是已经有够实了 那么当然这个 刚才网友提问 他们问到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其实 金正恩他实行的 就是一种叫做战争边缘政策 就是我把形势 把这个崩到最紧 最接近战争的地步 然后来进行讹诈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那么现在呢 可能这个中国和美国呢 大概一个会唱红两 一个会唱白两 然后呢 合起来对这个 北朝鲜呢 来施加压力 所以呢 现在看这个 这次这个伍大伟这么快速的出发 这本身就说明了 这个中美双方在配合 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 这个关于卡尔文森特号 这个史相 这个韩国海域 和这两个是一个合围的 或者就一软一硬 看你能不能就范 如果不就范的话 那我觉得 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 甚至于中共为了自己政权的利益 可能他也只能跟美国合作 但是具体的怎么合作 现在我们不清楚 未来怎么瓜分 这个朝鲜统一后的利益 这点现在 我觉得可能也在勾兑中 好的 那我们来谈下一个问题 贸易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双方在美中贸易问题上 习近平和川普 决定启动一个百日谈判项目 那我请教何先生 这是什么动向 您预计未来美中贸易 会出现哪些变化呢 我觉得双方都在 尽最大的可能性 避免这种贸易战争 因为这种贸易战争 双方都会受到伤害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贸易战争提出 那么双方都会把很多问题 就是得不到解决延号 那么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 就是说这个可能接近更共识的可能性很大 所谓的白日计划 所谓的他们的这种比较技术性的 专专业性的这种对谈 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 提出更清晰的清单 但是我们知道 对于美国来讲 首先是要中国曾经承诺的 WTO的某一些领域 必须筹进来开放 甚至要针对美国给予一些特殊的优惠 那么这个里面其中 不仅是简单的去买一些农产品 或者是提供一些美国的就业机会的投资 这些东西 而是要求中国开放某一些领域 或者是增大某一些领域的开放 比如说保险业 保险业 政治业 比如说媒体领域 这几个领域都是WTO曾经 有一个有些清晰的这个沉落的 那么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 这方面都会有所突破 也就是外国的资金 尤其是美国的资金 在进入中国政策业和保险业的时候 会加重它的这个股份的这个比例 然后在这个媒体领域里面呢 主要是开放某一些新技术的可能性的领域 在不伤害中共的这种宣传利益的情况之下 比如说增加这个电影的进口 增加这个某一些科技搜索技术和科技这个硬营技术的 在中国的使用的幅度 最后面我认为都是可以日期的达到某一种效果 但是在政策业和保险业呢 现在中国内部是一片混乱 基本上中国的主要的这些户人 我所谓讲的主要户人就是最顶尽的几个户人 即使他们的所谓的庞大的经济的发展 即使不仅仅是他们的什么这个目标 那个目标 这个技术 那个技术 这个思维 那个思维 而是最后面有巨大的 强大的 和独特的 这种他们的胎权 而这种胎权一旦被打破 对这些中国的所谓的巨物化的企业 会产生冲击 对中国的所谓中共自己内部控制的经营体制 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所以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讲 它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战略的意图 对于它就是完成一个 帮助政军业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 一个态度而已 但是站在中国来讲 它有非常高的警惕心理 一方面是全国集团的维护 第二方面是国家经营安全的维护 即使是中共利益的维护 好的 那么我们就这个问题呢 贸易问题也请教一下张先生 有分析人士说呢 让北京在贸易方面让步呢 可能是川普 美国总统川普啊 对这次峰会的一个最大期待 那您认为习近平他让步了吗 川普得到多少好处了吗 我想这个大礼招是已经带起了 你这个以往的行事风格 那么多的这个撒币都撒 这个给把美国稳住了 这个我觉得这个事会做 那么从这个贸易逆差来看 我看到的是2015年的数字 那个好像中美间这个逆差是 3500亿到3700多亿美元 这个逆差 它远远高于这个 这个所谓前三大这个贸易伙伴 还有两家 加拿大和墨西哥 那都 数字都很小 这个墨西哥大概只有350到380亿 对加拿大只有150亿 那中国确实是大头 所以如果解决了这个中美的贸易平衡问题 这个大礼包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也如和平先生所讲 就是这个大礼包对中国国内的企业 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 而且呢 我觉得可能有长久的 就是以往我讲的过的 这种温水煮青蛙的这种影响力 那有可能从长期来讲 这个中国的企业会成为 就是它就没有那么大的利润 甚至于这个成为这个 这种这个贸易平衡的一个 这个这个至少是付出者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中国政府的税收 有可能因此减少 有可能导致中国体制内的一些个变化 这种变化包括维稳经费 包括国防经费等等 这些强力部门的经费 是不是还能够维持在原有的水平上 最近来看 这个一些这个政府机构的经费 已经出现了一些个问题 那么这个政权本身 它会不会削弱这个政权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考察 好的 我们现在再接两个电话 时间剩下不多了 江苏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江苏陈先生 嘉宾主持人晚上好 我只想提一个问题 我想提一个问题 好 请讲 就是金正恩政权 如果支持美中达成某种默契 就是给他一定的压力 他会不会玩猫虎老鼠游戏 我就这个问题 好的 谢谢您 陈先生 下一位天津的郑先生 郑先生你好 你好 我问这个 破写问题肯定要是多多关注的 特朗普也肯定 这个关注这个 对这个朝鲜问题 肯定要是大家 肯定要施加压力啊 郑先生这个线路不清楚啊 对不起啊 郑先生您线路不清楚 我们一位网友叫小鹏Revival 这位网友呢 他问嘉宾这样一个问题 川普说的巨大进展到底是什么 川普开始不是说啥都没得到吗 怎么转得这么快 何先生您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OK 川普先生呢 或者是不仅川普先生 就是西方人呢 他们在有些行政的时候 他会行政的比较夸张 所谓的重大战争进展呢 我觉得是也是有 其实也是有一点道理的 也就是说就北韩问题了 他们达成一种一致性的 一种行动的方案 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么其他方面 比如说这个贸易方面 已经开始让这个 下面的专业部门 技术部门来讨论具体的这个方案 而在川普答应 今年年内访问中国的时候 那么这些条款呢 基本上有一些如实和进展 否则的话川普总统就不会答应呢 到中国去访问 否则的话这个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 那不会去那个理解性的这个吃中国的北京烤鸭 对不对 不会的 所以我觉得在技术上来讲 我前面讲过了 在经营体系里面 在农产品贸易方面 在投资方面 就整体的贸易评论方面呢 确实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这个样部 中国就随身这个理单很简单 稳住两国关系 是两国总统共产所追求的目标 他们现在达到了 谢谢 那么白宫的简报呢 我们再提一个问题啊 他把南中国海和人权等议题放在一起 摆到了一个似乎呢 不是特别重要的地位 外界把这种表述看作是川普 对习近平的一个让步 那么我请教北京张先生 有人说南中国海和人权问题啊 特别是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 被川普用于跟习近平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了 那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我觉得这个筹码存在还是存在 但是不是这一次这个谈判的一个重点 现在可能耽误之急 肯定是解决 一个是朝鲜问题 就是这个是一个砸锅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贸易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吃饭的问题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要先解决 然后再去解决那些次要的问题 所以人权问题呢 其实中国也是在这次这个这个习主席出访之前啊 释放了一名709大案的一位女律师 那么这个以往这个中国都有这种传统 就是抓一波人当作存货存在那儿 然后到需要修复中美关系的时候就放上一个两个 释放一个两个 这次可能也是这么做的 那么至于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访民 这个冲击这个车队这样的现象 说明了确实中国国内的老百姓 是特别希望这个中美能够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呢似乎不在这个这次谈判的重点之内 所以以前我就讲过人权的问题 民主的问题可能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好的我们 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的评论 我们今天呢 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 时间关系啊 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问题 请大家谅解 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 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